我不是想推介 我怕大家的身手不夠敏捷 會令大家不開心或太開心 我想說說應該不太人推介過 1632有幾個朋友都問這股份 你問開我答 否則我都不想拿出來說 為什麼呢 其實看走勢上得很明顯 其實已經勾了10天之後再上 兼且破頂 我就覺得股價走勢很可愛 很容易看 開幅圖來看就看到 走完一些平台期就會上 敲起我之前 我做完保性證券的 seminar 我跟大家說 坊間很多說法都是 說市值炒到50億之後 入深廣通 然後就等內地錢來炒 這個也是現在市場 一個很當道的玩法 去到39億了 已經 還欠10億 我就覺得 這隻是很有機會 走這個模式 為什麼我不特別說 在小炒王國那裏推 因為我覺得 害怕 去到這麼高的位置 上市的時候也有很多眼球 會不會敏感度很高 也要伸手很敏捷 要揮幾把刀 跳得很快 才可以拿到 這個是我自己唯一的擔心 提醒大家 伸手問節 你才好跟 不然 我就覺得 不如你選另一隻 我自己看 如果要去到50億的市值 都起碼24-25元 只要來自股 會不會敏感 別人 我要比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